How are you guys doing? 我是舒哥 那我們今天呢 為大家介紹兩種網路技術 一個是Infinite Band 另外一個是以太網路 那我們會同時為大家介紹這兩種技術 在伺服器這個產業上面重要的角色 以及做一個比較 那適不遺失 我們趕快開始吧 這個東西 還有這個東西 這麼多的東西 你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啊 其實說到網路 可能很多人也不是很了解 那一般我們區域網路類呢 都是透過背後的這個網路技術 或是從電腦網路通訊標準 來進行這個資訊資料的傳遞 那以太網路Ethernet 及Infinite Band 都是電腦網路通訊的標準 通訊協定 那Infinite Band 通常用在資料中心 或者是超級電腦比較多 那以太網路跟Infinite Band 其中這個以太網路Ethernet呢 又是用途最廣泛 也是最多人用的一個技術標準 那我們第一個就先來介紹以太網路吧 通常呢 家庭最常使用的就是以太網路 以太網路Ethernet 它需要連接方式 要透過網路交換器 Switch 以及網路線Cable 以及網路界面卡所組成的 那可能會很多人好奇說 那我以太網路為什麼需要這個網卡 那網卡它做主要作用就是 我們每個連接到以太網路的設備 其實你都需要一個網卡 這就是網卡的功用 那Switch呢 交換器它主要是 你這些設備它們連接不同的電腦 你需要可以管理它們之間的數據 那就需要一台Switch交換器 那至於Router呢 Router最主要作用是連接不同的網路 它可以協助管理和轉發這個數據 Data的部分 那我們回到以太網路的部分 它通常它具有 異於安裝和相對低年的一個成本 雖然它的以太網路的速度 跟延時性總體是不如Infinibank 但還是一個蠻好用的一個技術 一般這個以太網路 它有走紅藍雙腳線的RJ45接頭 這種Connect連接器 另外也有走光纖通道的 光纖模組接頭 像是說SFP SP Plus SP 28 QS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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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SPD 這種不同的東西 那 關於 家庭最常使用这个RJ45来说 它其实也有分等级 有所谓K51K6K7K8 那本身像K51的速度就是 1Gbps就1Gbps 那K6的话也是1Gbps的速度 那甚至可以在短距离 可以达到10Gbps的速度 Gbps的速度 那再来K7可以有10Gbps的速度 那K8可以到40G 那这是它RJ45这个等级的速度 好 接下来我们要讲光纤的部分 那光纤我们一般有常听到这个 Small Phone Factor Pluggable 简称SFP 它的速度是Gbps 最高可以到4G 4Gbps 那再进阶级的SP Plus 就到10Gbps 然后SFP28 可以到25Gbps 另外常听到这是 Small Phone Factor Pluggable 就是QSFP 它QSFP它的速度是在4Gbps 那在更进阶级的QSFP Plus的话 它可以支援到40Gbps 那它也同时可能支援Infinity Band 那QSFP28的话 那一般现在最高可以到100Gbps以上 那QSFP56的话是200Gbps的速度 那现在最新的QSFP 它可以到200Gbps的速度 那这是一个蛮快的一个速度 那当然还有很多不同的规格 光线模组规格 我们就不说细说了 好 再来是 以太网络中最核心的部分 的网卡 那这网卡呢 在今年2024各家厂有推出 不同的高端高速网路卡 像是Broadcom 2024有推出400Gbps的网卡 就400Gbps的速度嘛 那这样的网卡 是用在像是AI运算 还有资料中心 那Broadcom它们现在就是之后 也正在积极推动800Gbps的网卡 好 那在另外一个 高速网路蛮有名的厂商 叫Melanos 那它在2019时候 已经被NVIDIA收购 所以严格来说 现在NVIDIA 也有这种高速网路的技术 那它还有出 有一个ConnectX的这个网卡呢 在2024年呢 它在ConnectX 7 有400Gbps的速度 那它出的这个网卡呢 蛮不错 蛮特别 就是它同时支援 400Gbps的Infinite Band 以及以太网路 那NVIDIA这样的网卡 真的是蛮厉害的 那NVIDIA呢 它其实现在也在积极研发 800Gbps 甚至到1.6Tbps这样的网路速度 1.6Tbps 这种速度 真的很难想象它有多快 那这种东西 现在已经在研发中 那这些NVIDIA的技术 或者是Broadcom的技术 都很适合未来 AI或者资料中心 它们可以用更低的成本 达到更高的速度 那这个就是以太网路的一个简介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准备进入就是Infinite Band的部分 Infinite Band呢 它跟一般的Ethernet网路环境一样 它主机跟主机之间的连接需要 透过网路交换器Switch 那还有透过网路线Cable 以及网路界面卡 那在Infinite Band里面呢 它通常我们就是用Infinite Band的Switch 那Cable网路线通常就是用光纤的这种线路 那网路卡然后我们通常叫做HCA 就是Host Channel Adapter 那这个是Infinite Band的部分 我们在以太网路跟Infinite Band中最主要的差异 其实在于Infinite Band一定要透过一个 就是用这个SM 我们简称叫做Subnet Manager 这样的东西去做控管 那Infinite Band呢 的Switch交换器中 它的风味通常会有 Build in这种SM 就是Subnet Manager 它可以用于建立跟管理 你的Infinite Band的网路嘛 或者它也可以透过 Open SM这样的软体服务 去针对主要的SM去做一个控管 那你主要的SM下面去控管 可以连接多个slate的这种SM 那另外就补充一下 就是说我们很多这么不同里面的简体 都可以进行这个运行这个SM 那这个是Infinite Band 比较不一样的部分 使用SM在这个Infinite Band有什么好处呢 可以提供我们server或这些部分 有较高的CPU的使用效率 资料搬移的工作 你就不用在主要server CPU上身上 那CPU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因为像你一般的网路风暴处理数据的解析 传递这些增加CPU的一个负担嘛 那另外那延迟的部分 它也减少了那一般的Switch的处理速度 还有资料流程的一个复杂度 它不会像一般以太网路转发Mac的 确实的那种也很多很多复杂的流程 那这个是Infinite Band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说呢 我们刚刚有提到 Infinite Band它们走光纤嘛 那一般它们主要是走光纤 就是街头的部分 就算是像我们常见的QSFP这样 那虽然它也会有些转RJ45的转接性 它其实跟以太网路就不太一样 以太网路可以直接接RJ45这样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部分 那Infinite Band呢 最主要的一些制造设备厂商 蛮有名就是NVIDIA 它有收购了那个Melenos的部分 所以现在NVIDIA就是做网路这块是蛮厉害的 那它在今年2024有存在 所以ConnectX的7就是400GB 它可以同时支援Infinite Band呢 也可以支援以太网路 那2025它们现在有在做ConnectX的8嘛 就是支援800GB的Infinite Band的NIC 那这个就是Infinite Band蛮重要的部分 那还有说像Switch部分啊 最有名就是Sysco Sysco就有针对Infinite Band 做了不同系列的高速网路的这种交换器Switch 当然它自己本身有做一些以太网路的部分 那这个是交换器的部分 那我们最后来做一个Infinite Band跟以太网路的比较整理总结 那常用场合的话 Infinite Band的话它常用在HPC啊超级电脑 资料中心还有这种AI的大量运算嘛 那以太网路呢 它常用场是家用或是一般企业使用或资料中心 甚至到这个AI运算的部分 那以传输速率来说的话呢 资料传输速率的话Infinite Band是蛮高的 高达200到400GB per second的速度 以太网路呢它是从低到高 那一般我们有1到10的Gbps 那期限常见可能从10G起跳开始有25、100、200 甚至到400 最新研发的还有到800G 更高的1.6TB 那再来延迟的部分的话 Infinite Band它的延迟算是蛮低的 极低 那以太网路我觉得是中等 然后再来是说到成本的部分 Infinite Band的话它成本相对比较高一些 那以太网路的新建成本、维护成本 相对来讲 因为技术比较承受、历史永久嘛 所以它的成本相对就比较低 那安装难度来讲 我觉得Infinite Band的话 它安装能量相对高一点 那以太网路的安装能量相对就真的就是比较低 那以上是这个Infinite Band跟以太网路在伺服器 还有A1预算的一个总结应用 让大家分享一下 以上是今天的内容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1 2 3 4 5 6 10